赖清德的总统府资政 顾宽敏辞世 丧其寿97岁 赖清德哀悼说 台湾交给我们 不过却传出 他有意将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卸进民进党党纲 蓝军炮轰 根本是用中华民国的外壳 让台独借壳上市 痛批即便赖清德 该喊出和平报台 但不放弃台独的话 这两岸和平仍只是空谈 赖清德曾说 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为了角逐2024总统大卫 他调整修改两岸路线 喊出和平保台 但蓝军炮轰 不论口号怎么改 只要赖清德台独路线不改 大陆就不可能与他打交道 两岸和平仍是空谈 如果他不放弃台独的话 两岸要做任何的沟通跟协调 现在看起来是很困难的 更重要的是 可能连美国人都不信任他 最挺台独今孙的总统府资政 顾宽敏辞世 想其寿97岁 赖清德哀悼说 台湾交给我们 但一边却传出 他有意将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写进民进党党纲 现在已经恶心到 把蔡英文的四个坚持 要入民党党纲 他这样的做法 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两样 都开始在造成运动 那四个坚持 虽然里面没有提到 台湾共和国这几个字 但是字字句句 以及它里面所传达的意涵 就是主张两岸 一边一国的台独 用中华民国的壳 然后来让台独借壳上市 从小三同恢复 到大陆主动通知 遣返台湾罪犯 近日大陆递出橄榄枝 两岸看似春暖花开 但蔡政府至今 仍不开放陆克来台 蓝军痛批民进党政治算计 大于民生经济 还持续操弄 抗中到底 在民进党的算盘里 两岸只要持续中断交流 两岸之间就有更大的空间 可以让民进党跟美国来操弄 继续来深化两岸的 这个对立跟敌意的态度 两岸之间要谈抱歉 除了政党轮替之外 别误他法 民进党只是故意假装 好像他缓和 他不再搞意识形态 实际上他是变本加烈 台独今孙想选总统 以为换个口号 就能获得选票 但真正让百姓有感的是 别再搞意识形态 恢复两岸交流 以人民利益为上 才是最重要 这让萧林佩杰台北采访